大警报就在几天前也是去年的12月31号这天 在金门的海岸边发现了一头死亡猪肢 那么几天结果终于在今天出炉 确认就是非洲猪瘟阳性 那么农委会呢也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缘由 现在更要针对金门当地有11000多头的猪肢 来全面的进行防疫的仿式 好 接受忙对大家来看到的是 搁浅在金门沿岸的死猪经过农委会的解议确认 是呈现阳性的 那么这个消息真的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紧张 人确定呢这一头死亡的猪肢是从中国大陆海漂而来 那么就怕与对岸第一个距离很靠近 第二个呢就是来往非常频繁的金门 疫情防线会被突破 那么金门县政府现在也已经全面的拉高警戒层级 查访当地周边5公里的养猪场 要确保丁一线的防疫是受到掌控的 张化县普新一家大卖场在上午惊喘抢案 一名夜姓妇人当时准备下车 两名头戴安全帽的抢匪 突然拿西瓜刀闯入车内 大喊抢劫还抵住了妇人的脖子 被害人的右手臂遭到砍伤 那么送货人路过建议有为 上前询问也差点被砍 不过幸好这两名歹徒最后没有得逞 就在上个月底台中机场附近发生了一起惊悚的枪击命案 有鲁人勒熟前客的蔡姓嫌犯 疑似不满灵芝经常入骂他跟家人 竟然朝对方行刑事开枪 被害人身中武枪不幸丧命 那么嫌犯逃亡10天之后带枪投案 被捕的时候看到年迈的老父亲 更是当场痛哭下跪忏悔 被案喇叭不高兴 这名驾驶竟然猛力甩尾逼车撞骑士 台北市大直桥上有一名骑士 看到左侧的轿车越开越靠近 好心按了一声喇叭想要提醒 没想到这个动作惹火了对方 先是快速超车跨越双白线 再步步进逼 最后车尾一甩 把骑士撞倒在地 高尔夫球练习场的球网损毁 钢架也生锈了 让附近的居民好担心 会不会被天外飞来的小白球给砸伤 希望业者改善之后再开放 不过还是看到有人继续在这边打球 让居民气得上网通魂 痛骂业者难道要出人命了 再来谈赔偿吗 台新闻的独家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由于女子去新北市的五股驾训班上课 那么将练就用手机录影 拍下了她整个学开车的过程 但是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竟然就把这整段影片 抛上网去当成了火广告 借机要赚取介绍费 那么现在还出现在许多的社群网站上 让她真的是非常的生气 相反观就说了 教练这种行为 不但可能已经侵犯到了肖像权 甚至也有泄露各自的疑虑 女教练 您还记得这起牙医诊所的命案吗 就在去年五月份 33岁的烂性男子 持刀闯入了台中南区的这家牙医诊所 当场将王姓牙医师砍杀身亡 还刺伤了两名护理师 被依杀人罪起诉 但是在二号开庭的时候 烂性男子只说 死后再到地下跟他盗窃 还以精神鉴定报告 罹患思绝失调 丧失行为能力 等各种理由当成了免死金牌 要求法官从轻量刑 让家属真的是无法接受 希望法律能够给他们一个公道 跟爸爸吵架这名少年 离家出走到高雄流浪 高雄市警方凌晨巡逻的时候 在便利商店 发现有一名少年躺在里头 就觉得很奇怪 上前盘查才知道 这名张姓少年已经被通报 邪寻超过两个月了 原本家住在台北市 但是因为求学问题 跟父亲吵架 才会负气离家出走 他只带着一千块钱 跟简单的衣物就南下 这两个月来在高雄市流浪 那么靠着吃泡面 跟打零工过日 现在终于被找到了 最近在市面上很夯的 泡棉子弹玩具枪 因为是软直子弹 很多家长就以为说 不会造成伤害 但是高雄长庚医院 收治了一名13岁的国中生 他的左眼就是因为 遭到了这种泡棉子弹打倒 结果水晶体破裂 导致外伤性白内障 预估他的视力 恐怕会降到 只剩下0.01 必须要植入人工水晶体 他的视力才能够恢复 过年有考虑要到日本去玩吗 哈日族的荷包恐怕要大失血了 那么就怕日元标破0.3大关 现在很多人跑到银行 想换钱换多少算多少 根据台湾银行最新的 现钞牌告架 已经标破了0.29 创下了25个月来的新高 那么如果我们以去年10月初的价格汇率来看的话 那么同样以5万块台币换日元 大概就差了12,241元日币 那么等于至少10万拉面就这样飞了 不过旅游达人就说了 尽管现在日元是走升 但是民众还是能够到日本去玩的时候 锁定一些3C还有家电产品 例如我们带大家来看到最新的13寸苹果笔电 退税再加上信用卡优惠 大约还是可以省下台币3500多元 另外呢就是无限吸尘期 在日本买价差还是高达7000多元 其实算一算还是蛮划算 高雄市政府推出了名人纪念日追忆名人 率先将凤飞飞过世的1月3号这一天定为凤飞飞日 不过现在呢却引来了两极化的反应 因为其实凤飞飞她是桃园大西人 也长眠在桃园大西的故乡 那么看似没有关联的高雄 现在呢却定出了所谓的凤飞飞日 就被指引说这难道是在抢文化财吗 对此高雄市观光局转达了家属的说法 表示凤飞飞的传奇故事 是属于全球华人的公共财 再加上凤飞飞有劳工天使的美誉 过去她的歌在高雄加工区大街小巷流传 对高雄人有很深的情感 所以才会抛砖一日 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日本艺人牧村拓哉跟宫藤近乡的女儿 牧村光熙年仅15岁 却已经长到了170公分 从去年初出道当模特儿全球爆红 而爸爸他号称176公分 妈妈身高是163公分 牧村光熙为什么可以长得这么高挑 有什么样的秘诀呢 爸爸上节目的时候就透露了 女儿听到模特儿界有一个传闻 说可以学习篮球跟排球选手 晚上在家里头不断地垫脚 跳高 借此呢来刺激生长荷尔蒙 不过这样的方法真的有用 同样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事况 过年了 台采在今天发行限量 2000万超级大红包呱呱乐 也是首次结合实体奖项 除了有三名幸运儿可以获得 头奖2000万 二奖呢还祭出了200万 再加码兵士车相当的吸引人 政治焦点来看到的是 总统蔡英文2020的连任之路 现在面临到独派大佬的逼宫 包括了总统辅资政吴李培 前总统辅资政彭明明 长老教会牧师高俊明 还有前中原院院长林远哲四个人 联合发表公开信 要蔡总统放弃连任 并且交出行政权 退去到第二线 甚至呢是不客气的断言 如果蔡总统执意要拼连任的话 不仅没有办法胜选 还会导致绿营分裂 而现在更惊爆 林远哲在元旦当天 曾经赴总统官邸 那么当面的数落蔡总统执政 诸多缺失 甚至还当场要寝思资政 让蔡总统一度相当为难的说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那么林远哲就接着回说 教育部长选了叶俊荣 不选管逼林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双方最后是不欢而散 不过随后 总统府呢 是立刻发出了声明稿灭获 指出相关内容 多所谬误 面对独派大佬的逼宫 蔡总统也透过脸书 做出了回忆 她认为守住台湾主权 才是当前台湾最严肃的课题 至于谁要选 谁不选 不是谁说了算 相信民主机制就对了 而要角逐民进党主席的两位候选人 也表达了看法 像是卓榮泰她就缓假说 这是大佬们对总统恨铁不成钢 而游英龙则说 让蔡总统放弃连任 是她一直以来的主张 那么绿营的市长呢 则是选择同一阵线 力挺总统 像是桃圆市长 郑文灿就认为 这件事情是需要用智慧周延的考虑 那么台南市长黄伟哲则认为 这样仙桌式的喊话 实在是轻痛愁快 而绿营大佬的动作呢 也让不少的网友觉得很反感 认为说现在正是国家需要团结的时候 怎么这些人还在网内互打 高雄市长韩国鱼寒流延烧 带来了不少的商机 很多的业者在就职典礼上 贩卖韩国鱼相关产品大赚一笔 那么现在更有酒商看准了韩国鱼的高人气 推出了平身 亦有Q版韩国鱼的纪念高粱 光是日购就已经抢购一抠 而现在在网路上 还有人开始卖起了空酒瓶 一个喊价也要两千五 30秒钟看世界 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澳大利亚雪梨的山达基督教会 总部经传砍人世界 一名台湾男子伤众不治 另外还有一人受伤 警方调查被砍的两个人是教会员工 16岁的少年因为某些内部事物 被要求离开才会愤而行凶 另外是中国大陆的湖南市 出现了恐怖的雪崩景象 在湖南怀化一个体育馆 大面积的雪就像是瀑布一般的倾泻而下 路人惊声尖叫惊慌逃窜 另外是日本的熊本县 在今天台湾时间下午5点13分 发生了瑞士规模5个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幸好没有灾情传出 日本气场厅表示 这次的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核电厂跟熊本机场也都正常的运行 这是今天的30秒钟看世界 台湾新闻看一期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在太空科技上 一直想要赶上美国 也派人登上月球 而这方面的努力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中国大陆的无人探测器 长河4号在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 成功地登陆月球 而哈梅水的地点非常特别 头一次登陆月球的背面 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 月背影像图 冬天到欧洲旅游 如果幸运的话 在英国或者是以色列等地 仰望天空 会看到大片的两鸟 从俄罗斯以及东欧南下避寒 这个场面看起来就好像是在跳芭蕾舞一样 叹为观止 今天的浩克文创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传统的柴烧窑 是结合了大自然各种人素的艺术创作 那么烧窑者必须要了解自然才能够练出好的作品 在苗栗知名的陶师林天福 50年前带着9名工人跟一头牛 在竹南打造了一座蛇窑 这是一座客家柴烧窑 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蛇一样 有23公尺长 因此得名 更是台湾现今少数保存完整的蛇窑 到现在还能够烧制成品 日本关系跟四国地区 在3号早上有一颗明亮的火球划过天际 照亮了这个天空 伴随巨像 引发了各地民众议论纷纷 对海鲜过敏一定要特别小心 日前在美国有名男童突然休克身亡 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因为闻到了家中 烹煮鱼类所散发出来的气味 中国大陆最近多地是低温的状况 包括了广东广西等地 都能够看到非常壮观的冬日美景 现在最后我们带大家一块去看看 我是林英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湿晚节新闻 晚安 我们再会